可能这是最后一次 我跟大家以这种方式见面了 不知道你们大家之中 会不会有一些想念这样的我 这也可能说最后一次这样开车 因为我要变成这样了 今天我就要正式告别 跟随了我20年的眼镜了 其实把眼镜摘的这事 我早想做了 因为有很多事情 我戴眼镜都做不了 这地方是酱哥给我推荐的 他也是跟这做的 我觉得他不应该给我推荐 毕竟我做完手术 眼镜一摘 那颜值在我们这帮胳膊里面跟着 四个四周来 有黑眼圈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我经常少喝的水手 吃两种眼不然的话 拉爸爸都给你帮我擦屁 拉爸爸擦屁 还要看着擦呢 你不得看擦吗擦干净啊 做完手术 你马上就要有个新老公呢 你开心吗 我早不开心呢 你为啥不开心呢 我给我这个爸爸 爸爸还是这个爸爸 一次大胖媳妇的表弟 在讲解注意事项 快去吧 十来两个事 一会儿就我新老公了啊 期待吗 期待期待 爸爸多高养 哦 没关系 爸爸好快就好了 有点低哦 你要少看一点电视 保护好眼睛好吗 好吗 保护今天爸爸呀 宝贝你太好了 你现在就直接一下就看清了吗 他没有 还是有点小模糊 一天能恢复到80% 爱是一道光 等一下 那我这样跟你交流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那你就是今天回家躺着休息 啥活不能干呗 那我必须躺满八小时啊 孩子也不能带 反正刚做完手术 那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了 做完事我到底啥感觉 我感觉我看着太难了 就一会儿一个绿光 一会儿一个白光的 但是不疼 揪出来的东西 一直还给我看了一眼 让你看难 就是拿那个镊子捏着给我看 这样可以挥了挥手 对 我怎么默着默着啥的呢 给你秀呢 我现在的颜值没有得到领先 有 Let's go